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伦制裁 但打击效果有限 前者仍难以摆脱对俄能源的依赖 综合德国世界报9月1日报道 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最新发布的能源市场研究显示 2024年第二季度 俄罗斯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 为近两年来的首次 报道称4月至6月 俄罗斯向欧盟买家供应了逾12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美国则向欧盟买家运送每约123亿立方米 相较2024年第一季度 俄罗斯天然气交付量略有下降 美国则大幅下降 挪威仍是欧盟最大天然气供应国 第二季度供应量约239亿立方米 俄罗斯上一次排在挪威之后 是在2022年第三季度 俄乌冲突全链升级后 许多欧盟国家减少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 今年早些时候 欧盟发起第14轮对俄制裁 并首次将俄天然气行业纳入制裁之列 根据制裁方案 欧盟将禁止在欧盟境内 为转运至第三国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进行重新装载服务 包括船对船转运和船对岸转运 以及重新装载操作 不过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 却持续增长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经济合作司司长 德米特里比里切夫斯基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今年上半年 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超过2023年1月至6月 目前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 已达到其进口总量的15% 比里切夫斯基称 今年一季度 法国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数量翻了一番 从20亿立方米增加到44亿立方米 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在出口 而德国政府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德国已不再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 德国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 外交事务专家勒特根日前 在世界频道报呼吁 在欧盟范围内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德国执政联盟成员 自由民主党的发言人克鲁泽则认为 应对进口的俄罗斯天然气征收附加税 已增加对乌克兰的资金和军事援助 报道称 2023年 俄罗斯通过这条路线 交付了约150亿立方米天然气 占欧盟总消费量的4.5%左右 若这条输气路径遭关定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将几近停滞 据路透社估计 抓每千立方米320美元的价格计算 俄罗斯停止出口 每年将损失45亿美元 到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